第一名的招手工藝術創意料 是全台灣為他保存這項技術的藝術 他的手藝不只是在到全台國的公廟的困難 其實有來自國外廟屋找他來聽做招手的信証 這次受到馬來西亞一間新鳳廟的幾頭 要來這次四尊館大學七尺的信証 創意料也尊重到鼓勵 在這天基板特別的信証開工藝術 招手工藝術創意料新生敬拜生命 準備進行新鑲的開工藝術 北港町有一位工藝術創意料 他製作的招手信証不像真的一樣 竟然可以長久保存 他也是全台灣為他保存這項技術的藝術 不然手機得到國內廟室的困難 甚至還有來自國外廟廟去訂做新鑲 不過製作新鑲進行還有特別的開工藝術 創意料也在這間照顧內進行這項技術 我們今天是馬來西亞柔火 巴利馬拉城隍廟 他要做的這個鎮店的城隍爺 七爺八爺以及金錢博的這個開工儀式 那這個開工儀式是根據古法所傳下來的 他主要包括灑淨所有的材料工具要全部灑淨 所有工作人員都要灑淨 然後所用要入保的印章要開光 因為還有其他材料還在訂製之中 所以那個就要後面處理 創意料標示 抓手需要這把的生命主要有兩位 一位是手藝人的祖書也都搬 一位是發民主的創輪 進行各種的科技 除了希望生命可以保備 也是藝術對新鑲的尊重 我們這個工藝 所供貨主師也有兩位 一位是魯斑先師 一位是蔡倫先師 因為我們用的很多工具是跟木匠比較接近 所以我們用供的是魯斑先師 那蔡倫造紙所以也供蔡倫先師 這是我們跟一般木雕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川妮雄老師也說 這次的店鑽來自馬來西亞一間什麼方廟 總共要來這裡做西尊七竹館的爪塑形象 因為爪塑工藝的時候都會會洗洗工 他要花一間的時間才能來完成 因為他們要做的是神明 所以所有的工具所有的材料 在製作之前必須要全部清淨過 讓神明維持一個清淨之體 這個神尊我們世尊是大概預計 要將近一年的時間完成 那中間像城房野的那個大的神衣外袍 那些是委託繡妝去刺繡的 裡面的官服是我們刺繡的 所以總共大概要一年的時間 爪塑工藝是一項是團超過兩百年的工藝 不過從你用頭過不斷研究構成和祖先的改進 讓這項工藝中現實感是非常不簡單 記者林彭彭彭彭彭彭彭